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 突破性感染变种病毒Omicron 他已经接种过加强剂 目前症状轻微在家隔离办公 麦利上降12号和拜登总统见面 但他直到16号才确诊 而拜登到目前为止的检测都是阴性 Omicron目前在美国的疫情呈现两极化 东北部各州像是纽约 麻州和上星期相比 确诊数明显下降大概四成 但中西部像是德州 乔治亚才开始要走向高峰 美国首席防疫官佛奇出席达沃斯论坛线上会议 谈到新冠疫情未来 他和与会专家都同意 Omicron将会是在今年造成主要感染的病毒株 但是不是疫情的最后一波 佛奇认为还太早去断定 佛奇还说病毒共存会是新常态 同场会议中莫德纳药厂的执行长表示 新冠病毒加上流感的单剂疫苗 有望在明年上市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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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